那今天我们继续有Nelly艺术老师来继续带领我们水彩课 那水彩到底怎么玩 上星期我们上了第一堂课 今天我们来学习水彩怎么玩的第二堂 马上请出艺术老师Nelly老师有请 嗨各位先生朋友早上好 又来到我们玩水的时间了 我们去玩水今天不是去瀑布玩水 在家里玩水 但是我们的脑袋可以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去郊外 你的脑袋要一声就去到郊外了 OK好我先重复一下我们上个星期 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渲染法 运染法跟这个重切法 这个建成法 困和法等等的 这些方法呢 只是在帮助你 帮助你可以在你的画纸上面 随心所意而已 那些我讲了那么多 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只是一个很简单东西 你只是要记得 在纸上玩水 或者在盘上玩水 怎样把颜色困在一起 就是好了 就那么简单 水彩就那么简单 今天我要介绍的一个是 那天玩太多水了 今天要玩干化法 这个干化法就是笔法 等一下我会介绍大家 这个笔法的运用 怎样是一个干的画法 怎样是干的涂法 好不好 好 在进入这个技术技巧学习之前 我要带领大家去郊外 用我们的这个脑袋去 到郊外一下玩耍 好不好 现在科技时代都是用VR 你戴上这个眼镜 这个VR的这个镜子 哇 你就可以去到 哇 哪里太空 哪里可以触摸什么东西的 觉得这个太麻烦了 其实我们脑袋本来就有这个功能的 本来我们脑袋就有这个功能 你只要想去哪里 其实你 就是不必须 你就去到了 我们先去一下 来我们来试验一下 你都要去自我陶醉一下 投入一下 你甚至可以眯上你的眼睛 然后听我说 我们去一个Skentjang Skentjang现在是收割时候嘛 到前 偏地黄金啊 或者是Allostar 我小时候回Allostar 如果碰到收割时间 哎呀 偏地黄金啊 你去看一下 这个偏地黄金 你的心情是很广阔的 很舒服的 然后有风吹来 可能现在是一个热风了 因为现在比较热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你会感受 你开着空调的话 就比较凉爽了 然后你再看 往进去看一下 这个偏地黄金的时候 它远远的是什么 远远的是有山啊 山是很朦朦胧胧的 来再看一下 它的稻田前面是 比较 就是山 后面后面的 这个稻田 是比较浅的颜色 过来是棕的颜色 在前面你会看得很清楚的 比较深的色调 它的稻田的色调 甚至你可以看到那个稻 你有没有 就是 很清楚看到 它的稻 然后你看它的色调 从后面是浅 终生 OK 今天我要带出这个概念 来再来我们 我们去一个 这个草原吧 来我们去一个草原 来我换一个景象 来来去到另外一个景象 我们去到一个大草原 郊外的大草原 嗯 吸收一个新鲜空气 深一个呼吸 嗅到那个草香味 然后你就看 再你脑袋去看一下 远远的 远远的山那里 有山 可能有一些小物质 有没有 因为它很远很远 所以物质呢 不可能那么小吗 就是因为很远 所有东西就会变小了 所以要有一个 近大远小的一个概念 再来前面 它那个草原 浅的 比较浅的颜色 然后 在中间 深的颜色 中色调 在前面 更深的 你会看到很清楚的草 跟花朵 这个是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一个距离 有一个距离感 你怎么把这个距离感 给画出来 就是因为 有这个色调 这个渐层式 有没有 渐层式 把显中深的色调 给分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 东西在你前面 它是很大的 苹果放在你前面 是很大的 苹果放在 对你的桌子 对面的桌子的时候 它是比较小了 有近大 远小的一个概念 所以 今天呢 带出 两个绘画里面的概念 跟还有 一个 这个 刚画法的技法 OK 好 我们今天要画 怎样的东西呢 很简单啊 就是 草原 刚才我们已经去了 郊外的草原 回来了 现在回来课室 回来课室 玩水 改天带大家去 步步玩水 OK 好 今天你看 这个 显中色 好不好 当然画多 可以画更多啊 等一下我再介绍给大家 好 我们马上 现在我们马上进入 我们这个 绘画的部分 好 来 我们切换另外一个镜头啊 大家 好 好 准备一个四方 四方 四分之一的纸张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好 来 这个 这个 纸张 四分之一就好了 嗯 就是你大张的画纸里面 我们放四分之一 然后我先给你看我的一个 这个纸张 这个纸张 十分之一 这个纸张呢 我是用一百三十五个gram的纸张哦 跟上一回每次跟你们提说的 家里用的孩子用的孙子用的普通画纸 你看它的效果会是这样 你看它的效果会是这样 然后昨天我有试了 这个用这个水彩纸 你看它出来的效果 是否有不一样啊 你看 所以你看它的水彩纸出现的水彩的效果 跟这个我们用普通的画纸出现的效果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的 有谁可以回答 有什么不一样吗 能够看得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以 有吗 有人可以回答吗 一看下去 有什么不一样吗 比较立体 哪一张比较立体 这个是A 这个是B 或者这个大张小张 小张比较立体 还是大张的比较立体 还有吗 除了立体感 还有什么 你有看到 这个颜色 我其实用的颜色都一样啊 用的颜色都一样 是B的比较立体啊 有比较远的感觉 所以你看 其实我水 我的水分 我的原料是同样的 只是用不同的指示 所以它出现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主要的一个原因 你看 它这个比较鲜亮 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暗沉 为什么 这个纸质 135g的普通纸 它会把我的水分 全部吸进去 把我颜色的东西 全都吸进去 对 吸水分 然后吸水的 吸进去 所以你看 它的颜色 不怎么打出来 所以你看 水彩纸 它还有一定的 它的功效在你里面 所以下一回 我会用一些水彩纸 你看出来 它的效果不一样 今天 我为了跟大家一起配合 我还是用回 我这个135g的纸 跟大家一起学习啊 所以大家就觉得 我的跟你的 不会不一样 下一回 我就用这个纸 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它怎么样不吸水分 对 散色效果 对 因为它不吸水 纸张本身不吸 很多水 所以纸张上面呢 它都会一定有 浮游出它的水分 在上面 所以它流动性 你看它的流动性 它的硬边 你看这个硬边 跟这种硬边 它是不一样的效果 因为它有流动感很高 所以我今天 为什么要把这两张纸 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不是你们画不好 而是纸质 纸质的问题 所以会导致说 怎么我的会跟老师不一样 为什么我画出来的水彩 是这样子的 我看的视频的水彩 又不是这样子的 问题出在纸张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大家都初学嘛 我们用不同的 我们就去学习 不同的纸质 先用不同纸质 改天你用好的纸质的时候 原来那么 easy的 原来可以做出 酱美的效果 而不是你的功力 OK 你功力 你跟Nenny老师学 你基本上你有一定的功力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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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纸质等一下我们再谈 纸质等一下这位同学有问的纸质 我们等一下再谈 我们先进入这个部分 我今天还是用这个普通的135g的纸 就是你家里孙子用的纸张 或者外面普通可以买到的纸张 OK 来我们先打 打一层水 有没有 今天我们先玩纸上调色 就是渲染法 不要怕 这个纸很会吸水 所以你整个倒下去就对了 你没有关 没关系 整个倒下去你就跟他涂 让他吸水 就让他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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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到他感觉到 你上面还看到有水的光泽起来 不够跟他倒下去 不用管他 不用怕 今天我们来玩水 好像小孩子玩水 一样玩得很开心 小孩子看到 去到海边玩水 跳下去的感觉 很开心 给他打到满满 你就在这样子 现在你就是跟你的孙子一样 跟你的孩子一样 玩水玩得很开心 就是今天 哎呦 这个纸张后面 哎呀 哎呀 我要换一张纸张 因为这个 扣过去了 不好意思 要整我一下 你们继续打 你们的纸张 我稍微换一张纸张 我稍微换一张纸张 OK 所以他就有 因为他水分全都吸进去 所以他纸张后面的 效果也打出来了 OK 这张我不要了 哎 没有关系 他进去 以前呢 我们呢 增张跟他冲凉 我们的纸张 大大张纸张 我们就跟他冲凉 就是这样子 嗯 没关系 总之你给他细平均 重点是你要给他细平均 OK 给他细平均 全部都有水分 用大笔 跟他细 现在天气 现在天气很热 所以这个纸张今天很开心 很凉爽 OK 你看 你看我的水打到 你看他有光泽在上面 你看 就对了 就对了 然后 来 哇 上个星期 有一个学员说 他画水彩画 很紧张的 的确有一点紧张 因为呢 我们要全部要趁势做 我在纸上调色 先来 告诉大家 刚才我介绍的 远的是浅的颜色 中间是 棕色调 深色调 我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看 我后面这里 都会比较空 浅浅的 这个属于中部 这里前 前面一部 好 来 我们这样子玩 先拿你的 柠檬黄 我们就打在这个地方 直接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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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直接就放浅花 的浅青色 浅青色就是在围绕这个 围绕在这个黄色的部分 给他渲染 这个字叫做紫上调色 赶快这个放上去 啊 他的周边 可以overlap 他的黄色的部分 你只是把 你只是把 负责把颜色放上去 他困色 由他来困 由纸上来困 这个你觉得很硬边 你可以刷一刷他 然后 棕色 棕色我们上面不碰他了 我们就碰这个地方 这个给他大片一点 在这里给他大片一点 刚才我说 前 中 景 前 中 后 景色 就这样子给他散发出来 好不好 先把他这个东西画出来 洗笔 感觉哪里 他这里困到不好看 他这里有盐 他因为水分的关系 他吸在里面 洗笔 干净的 跟他刷一刷 这个是什么 混合法 把他这个缩掉 我也叫做 soften的画法 有没有 跟他 soften他 给他的硬边去掉 洗干净你的鼻 跟他抹过去 这个 散得很漂亮 不要管他 就给他上 给他开心的流 给他开心的流 这里给他开心的流 跟他帅一帅下来 拉过来 给他开心的流 他也要开心 我们要开心 他也要开心 OK 还有一个最深的色调 最深的深青色的色调 跟他直接 这里给他放一点点 这里给他多一点点 就好了 好 可以 可以吗 好 来 再来我们用小只的一笔 有些地方呢 你看他这里 自然的散出来 有些是很美丽 有些我们刻意给他 做一些这样子的 用你的最小只的笔 我们 我们是 这个画法 OK 来 这个稍微卖一下 小心移动你们的指掌 OK 等他干一点点先 我先告诉大家的笔法 花草的笔法 我们是 我们用最小只的笔 最小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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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你这个是地上 我们往 按下来 往上 刷上去 有没有 按下来 刷上去 按下来 刷上去 因为 草本身 上面是比较简 我们就是用这样子 你按住 刷上来 按住 刷上来 就这样子 很简单的 有没有 所以你稍微在这个 半干试的时候 不是应该是秤试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 有些是可以给他 在试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层次 这样子很多层次的时候呢 他干了过后 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很多的层次的效果 你就会看到 你秤试的时候画 还是干了过后再画 这样子 你的图画 看起来就会比较生动 活泼了 画上来 就很快速度的这样子 好不好 这样子画出来 OK 这个远远的 你可以给他一些些 远远的给他一些些点上去 甚至是这样子点上去 因为他干扣过后呢 他的颜色会变淺一点点的 然后这里你稍微粗一点 可以给他粗一点 OK 这里上的 那么样子 我们也不要管他 所以每一张出来的效果 他会不一样 虽然可能你们跟着我 这样子画 因为你上出来的效果 跟我不一样 你看我昨天画的 这样子的效果 跟今天我水分 比较浓的 颜色比较浓 他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你们每一张图画 都是独一无二的 OK 来 在还没有干之前 等一下真的不能干的时候 我们是要借用那个吹风筒 来给他吹一吹的 OK 好 这个 再移开一点点 我要教你们画 花朵的笔法 花朵的笔法 画好过后 我们先画 花朵的笔法 是怎么样的 花朵 我们可以 你看 这个青色 为什么我会强调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还是很深的颜色 因为你看 我的花朵呢 是属于白色的 我后面按 他才能够称托 这个白的部分出来 当然粉红色 浅的粉红色 他是OK的 我们就要调 调白色给他 好 我先用一个 粉红色 先不调白色了 先用粉红色 这样子你们比较明显 看到我怎样画这个 笔法 按出来 花朵 所以不用去 一按下去 他就是 准确的花朵了 不需要去 不用去这样子 刻意去描他 这个太废死了 这个 这个太废死了 所以你看 我的浓度要够 干化法 他的浓度要够 就是水分要少 然后你看 我强调是用最小支的笔 最小支的笔 你可以用上一号笔 然后这个圆形在中间 我先画大个一点 这个圆形在中间 他的笔法 你按下去 从里 你看画多 小孩子画多 很简单的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里面小 外面大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概念 我们只是按他出来 按 有没有 跟他按下来 这因为太大 可能我要用大支一点的笔 你就看到 这个看到不行 OK来 我画小个一点 因为他按不到 那个这样大的形状 OK OK 这样子 按下去 你就转你的画质 这样子 基本上 他是按下来 他的形状 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形状 就转你的画质 等一下你们要转你的画质 这样子 按下来 OK 他是就形成了这样子的小画 就是这个笔法 记得就是从笔尖是从中间的这个花蕾的部分 从里面压下来 压出来 这样子 从你的笔尖 笔尖下面 笔尖先压 按下来 笔尖压下去 按下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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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看来 还是很适 哦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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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看 你看 这个 慢慢散出来 有没有 好 OK 还是上 OK 你点一些地方就好了 等一下我们用吹风筒去吹它 要不然我们今天画不完 OK 我要开吹风筒器给它吹一吹哦 大家也可以准备你们的吹风筒去吹一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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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呢會比較會 對 對 追風口也可以做教科的話 那這個也可以把這些 一些的效果跟他推出來的 改天再跟他分享這個追風成的完好 對 飛踩很好玩 飛踩很好玩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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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点上这些颜色上去 它的花蕾中间的部分 这样子你看 当你掌控了它的这个水分的干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你要下 化什么东西的 这个是你看我都不调色 不调水在里面了 这个橙色我几乎不调水 然后这个我分远中近的三个层次 所以这里的花蕾会比较小 中等的花蕾跟这个比较大的花蕾 之前我告诉大家 先要有这个概念 所以你们就要把这个概念给 记起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放远一点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花朵要花上去 OK 当然说我可以放粉红色吗 可以哦 我换一个粉红色不一定全部橙色 我放一个粉红色给它 基布斯说它是浓的 它是浓的颜色 它是很浓的颜色 OK 这个再换一个 OK 好 差不多 然后呢 在这个 四个时候 我们稍微给它后面的这个 草 稍微 刚才说了 这个这样子画上去 这样子画上去 干的 干笔法 不要 就是你的颜色 只是调到的水分是 它是 要干的 你看我的鼻 我的鼻是干干的 不是四四 这个你看我看出来的效果 这个就是四四的 OK 看得出吗 这个你看我这个是四四的 这个是干的 你看它有 干刷起来的效果 水分 几乎是 很少很少 它只是带动它拉上来的效果而已 然后 你可能会发现 老师 我都看到 我好像不是很明显 那怎么办 来 暗上调色 蓝色 加上巧克力 加上青色 蓝色 加上青色 轻轻的 这样子画出来 你看 当你这样 轻轻画上来 你看后面刚才的 四画法的 它已经就是 有后面的感觉了 所以我们做了 在前面 前景里面 我们已经做了 有层次的感觉了 OK 然后这里 稍微放一些 然后这里 可以用 只是身轻色而已 你可以有一些 持续性的话 你可以有这样子的 但是不要画到像小孩子 就是你可以有这样一堆 小孩子是 他画三根 我们就画五根 我们大了嘛 要画五根 OK 这样子 他就像小孩子了 OK 这样子 写这样子 OK 好 然后这里 你可以收尾的时候 我们稍微是一点点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这里 可以斜斜的 看到 就斜斜 然后后面圆圆的呢 可以稍微这样子加上去 你看我的不放水了 不放颜色了 剩下你笔上面的一些颜色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 因为后面嘛 他都是朦朦朦朦的 但是 又有一点 又没有一点 这样子的感觉就好了 嗯 然后这个你可以往这里方向 这里可以往这里的方向 嗯 这里可以往这里方向 这里前面就是 比较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的 OK够了 不要画这样多 等下画得太爽了 超很多了 有时候我们画画 画得很爽的时候 就就忘记了 整个的 后图了 因为画得太爽了 会忘我的时候 然后呢 这里这样子 很矮板的 我们就跟他稍微 有一点点的颜色 放上去 水分 要放一点水分给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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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点 OK 这样子给他好像从泥土 嗯 出来 这个就是刚才你的笔 我没有洗笔 我只是我把我的笔加上水分 这样子放上去的一个效果罢了 OK 好 再来 那差不多了 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就把这个 笔法画出来了 我笔法 我们的花朵 花瓣 好 我就用浓浓的白色 那我要 嗯 要白白哦 跟他挖出来 那我跟他挖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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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一点点 稍微放一点点水 给他论识你的笔 好 不放水啊 不像我每次跟他讲加几滴水 加几滴水 你看我今天都没有提到 要大家加多少滴的水 我 我主要 今天我们因为在纸上调色 纸上已经铺满了水 然后这个 干化法 就是要浓浓的颜色 它才能呈现出来 好 我们先来这个 大多的吧 按下去 按下去 然后你可以转动你的画质 或者你可以转 因为纸张太湿 可能不方便转 你就转你的手吧 按按 OK 看到吗 你看下面按前面亮 所以他就会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打出来这个颜色了 有没有 深浅 的对比 这个大哥 我们先画大哥的 要画大大个了 让他爽爽 OK 有点不整齐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花朵大自然的 没有100%的美丽的了 好 我们这里再来一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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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这两个 我们换一些别的颜色了 这个也可以 可以稍微小多 花瓣稍微小一点点 OK 花瓣可以小个一点点 一定要转你的表 因为我们的纸张现在也蛮湿 所以不方便转动 所以我们就 看到吗 这个跟这个会小一点点 那个 那个花瓣 我们花瓣今天我们就练 同样的一个方向就好了 就是练同样一个视角 这后面呢 后面更小 给它更小 就是现在练你的笔法 重复性的笔法 就是按下来按下来 就是你笔尖按下去 它的屁股那边 按大力点就好了 按下去 按下去 稍微小个一点 也可以短一点 OK 你看 大哥 你看 它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对比 OK 再来 我们换一点颜色 放粉红色 粉红色 再加白色给它 再粉红色 嗯 加一点点 这个白色里面 加粉红色一点点给它 给它有一点点的色调 所以这个是由你们去决定 哎 我要 黄色就不要了 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个黄色 不过你可以放 很浅很浅 好像这个粉红色 的 黄色是 是OK的 你看 OK OK 哦 要给它 所以我说前面这个花朵 它是要亮色 OK 看 就这样子念 以前就这样子念 按大了一点 鼻鼓按下去 鼻肩按 一点点下去 就好了 可以吗 现在的朋友 跟上来吗 还是很紧张 还是很紧张 还是很紧张的 上个星期有一个学院 如果他画画水彩很紧张 我们很放松 来 紧张里面也有放松 OK 这样子一点点 小小的就好了了 好不好 这里 看到太过整齐我就点一些这样子给他 哎呀 点缀一下这样 看到不爽 给他点点一下 就开心了 OK 好 其他的你要画多多画多也可以 你就可以继续自己画多多画多 OK 然后 再来 给大家 这里小小个你可以这样子 你看这里小小的画多 我们 这样子可以点上去就好了 用这样子的方法 这样子点上去 小小个就四个点 给他有一些点缀品 然后有时候我们画到那边 看到不爽的时候我们给他点点一下 因为纸上的东西 就是你的宇宙 纸上的东西 就是你的世界 你爱怎么画 就怎么画 OK 所以 很好玩 好 这个是干皮画 还有 想学 想学 想学多一点吗 想学多一点吗 再教你一招了 要不 要不要 要吗 来 要了打一 要了打一 要不要 要我就打一 要我就 再教多你们一招 我要啊 好 我既然你给我这样爽 我也给你们爽一下了 OK 开心就好了 来 干刷法 刚才是干笔的一个笔出的画法 干刷法 我通常干刷法 我会用一些 一些尤其一些笔毛 不是很好了的笔毛 我拿来刷 它效果会更好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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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选一些 之前不是很好的 当然 我刚买新的 哪里有不好的笔 没有关系 就随意拿一个笔 然后 干刷法 来我示范一下 这个 这个干刷法 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 做 它给它有一个 土造面 刚才你看 所有东西都是滑面的 所以 有滑 有土 有大 有小 才能够制造一个 比较 和谐吧 和谐 感觉比较舒服的 感觉也比较多东西看的 怎么样子呢 来 我告诉大家 干刷法 这样子 放一点点水 刚才试试 OK 颜色多一点 OK 你的笔毛 跟它刷一刷 给它干 如果感觉还是很湿 颜色给它 加多浓一点点 可甚至 用你的提出 可能慢慢一下 OK 笔毛给它散开 笔毛给它散开 你看 就这样 看到这种 除灶面了 我就是要做出 这种除灶面 OK 你看 现在是滑滑的 OK 来 可能 刷一刷一下 你看 我一直在这里 这个 这个颜色盘那边刷 因为颜色 不要这样多 我主要是 拉出它的那种 粗糙的效果 远的 我们是看不到 粗糙效果的 我们很少去处理 远的 我们后面这里 一点点就好了 轻轻的稍微 这里 稍微 甚至你可以这样子 点上去 这里可以一点点 刷过就好了 刷过就好了 你看 我涂完了这些 我才刷 因为笔 上面已经没有什么 颜色了 我再稍微这样子 刷过去 给它有一些 粗糙的感觉 这里 现在这里 刚才已经除了 这里 看 这里 甚至是 有些在前面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笔法 你可以拉速度的 可以 按下去 也可以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些笔法 它就增添你 整个的立体效果 你看 行吗 可以花朵 你觉得 我要放黄色的花朵 也行 再加上去 你要尖验一点点的红色 我们也觉得是OK的 来我们点多一个 红色看一下 那个效果 有吗 还有 没有关系 我们就点在这里吧 它不大触的 为什么 你要画红色的话 你就要画在这里 这些地方 因为后面亮 前面按 它才能够 出现你的花朵 这样子明白吗 所以你要有 基本上要有这个 一点点的概念 所以你看 我按的地方 我全部用 调白色的效果 OK 这样子可以吗 大家抓到了吗 今天学的东西 还可以掌握到吧 OK 好 我们今天的课 就示范到这里 我们把时间 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 那丽老师呢 今天带给大家 这么漂亮的一幅水彩画 不晓得玩得尽兴没有 好 那 等一下呢 我们大家就一起来 在Zoom讲堂里面 切磋切磋 那可能大家还有很多 询问 但是大家 相信大家也玩得很开心 今天在家玩水 这件事情 真好玩 玩得这么漂亮 好 那下星期呢 Nelly老师要带领我们 再进一步的玩 玩什么呢 玩水果 到底水彩 可以怎么样 把水果画得 栩栩如生 我们下星期 同样的时间 星期一 早上九点半 我们再继续 跟着Nelly老师的脚步 一步一步的来 把水果画出来 好 那明天呢 星期二 我们同样是 心理健康课 那我们这个五六月呢 都在关注 就是 失落与哀伤 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在这个 美好的这个双清节 也能够跟 这几 一步的这些双清 也能够有 有所连接 所以我们这五六月 都在办 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 下星期 明天呢 我们会 继续进一步 我们要跟着 不获注册 辅导员 富裕 换老师呢 来了解 失落与 哀伤的影响 那好了 老板老妈们 明天我们继续上课咯 好那 不获面子书的朋友 也是一样哦 我们鼓励大家进来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哦 星期一到星期六 我们都每天的早上 九点半到十点半 都有老板老妈课哦 欢迎大家每天 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着我们一起来 我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也优雅到老 好那我们 结束面子书的直播之前呢 要再一次谢谢 凯迪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 新周日报 医师理合复刊 以及 新系 新系园的 乐林管理学院的面子书 都跟我们同步直播 那我们也谢谢很多 个人面子书 比如 梅子老师的面子书 等等的 都大力的支持 跟着我们一起来联合直播 希望这样的一个公益资讯 能够去得更远 让更多还没有远 跟我们结缘的朋友们 老爸老妈 公阿嬷们呢 也能够因为大家的分享 能够 让更多人一起 学习 好 那我们现在要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结束之前 再一次呼吁 明天早上九点半 我们继续上课哦 好 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请读中讲达的交流时光 请读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洛杨 请读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洛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